我发现要想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生存下来都有办法 包括我以前去过的迪拜这种土豪国 总有地方给普通民众买到便宜的食物 但是想要买到品质上好的食物 保证身体的健康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这次出来旅行几乎都是自己做饭 身体状况明显比上一次更稳定 偶尔几天吃外面的快餐立马感觉到不舒服 这里4块4毛5的油价就要抢破头 到优胜美帝之前油价最便宜的地方 近山区都是至少5块5打底 6块钱一加轮 别看加州的油价这么贵 4块4毛5这个地方的油价就算是快到景区了 这个油价的话也比多伦多要便宜 透了多加这个碳税就等于给全民遵税 所有的商品都离不开这个汽油 包括你在超市买东西什么东西 价格全部都是加在汽油上面 加拿大的物价基本上不太可能下去了 如果要下去的话 也是石油价格崩盘才可能下去 这些政客其实很不要脸 什么加这种碳税就是摆明的用这种各种各样的 就是墨须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明目 然后强加税加到公民头上 自己好贪点利益 大部分钱其实还是这种税钱还是揣到了这个各政客自己的口袋里 今天是从洛杉矶开往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遇到了运送马的车车 这就是船船中一景 风吹草地现牛羊 一万五亿的大草原 又大又新鲜的草莓 山间里都是堵车 这个地方还是异常火爆 这个地方也是需要预约的 只有到下午四点之后才不需要预约 因为今天是节假日嘛 星期天所以说才需要预约 平时一到五的话是不需要预约 趁等待的时候先做个饭 先腌个肉 我们在优胜美帝国家公园里路边上 简单做个饭吃个饭 我们有这个葱炒肉末 Cheek fit egg的酱 就是面包和饼干 简单吃一顿 因为山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自己做的话 肯定是要好吃很多 吃完饭刚好四点 我们悠哉悠哉地入园了 园区内的瀑布很多 我们来到的这个好像叫做新娘瀑布 遇上一个可爱的混血小朋友 她也有小红书 我们互相关注以后发现还是个大网红哦 仔细回想我以前好像还刷到过她的视频 这个瀑布实在太壮观了 冒着落汤包的危险拍个照 这就是酋长炎 这里的标志性经典 虽然我内心不理解这个酋长炎的独特之处 由于去年我们已经去过班福 对比之下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我们 这就是几千年的大树 我们比起来我们多么渺小 感觉这个地方好赚钱啊 好多的camping site 每一个大概是24美金以上一天 全年365天 每天都开门 想想能赚多少钱 我们到了这里的优胜美地village的welcome center 这里边有一个village store 我们去过很多纪念品商店 这些店无一例外都很无聊 不是衣服帽子就是水杯明信片 关键都是质量很差毫无诚意 硬点logo上去就完事了 晚上过夜的时候 如果冷的话可以买一个这个 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这个 金属片一掰 它就可以变成暖手宝 可以迟持一个小时 大概60度左右 这个热量用完之后 你再放到水里煮一煮 反复利用的那种 不是那种一次性暖宝的 这是可以反复利用的暖宝 而且是10美金 还是蛮便宜的 在山上 墨西哥泡院 从没见过这种反式的 硬个人头 墨西哥大帽子 这儿的冰淇淋都是山下了 三倍的价格 所以说建议不要到山上来 再买东西 先吞好东西之后再上山 到了这里 小花卷异常安静 太阳下山了 我们得抓紧下山 在路上突然遇到 正在散步的熊 离我们非常近 后面不远处就是一些人 在这条路上散步 来之前就听说 这里的熊对人类没有威胁 白天都没遇上 看来他们都是傍晚出来活动 走之前遇上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小路也出来觅食了 出园之前再看看镜面壶 今天在山间的停车场 免费露营 简单吃下晚饭就睡觉了 山上过夜还有点冷 昨天睡得不是很好 感觉山里还是有点冷 但是有小花卷帮着暖 这个才是真正的暖宝宝 永远都发热 这趟旅行出发之前 我们自己都没想到 可以一直住在车里 至今没有住过一次民宿 而且在我们的车 还是这么小的情况下 塞下了两个成年人 加一只猫 虽然看起来条件比较艰苦 但是要比一般的旅行 能获得更多的意外惊喜 然后把省下来的钱 花在更值得体验的事情上面 大家觉得这种旅行方式如何呢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晒下太阳 然后前往旧金山 出发